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挑选用来供奉的水果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根据愿望的不同供奉的水果也不相同 你是我知道有五种日常就能看到的水果 把它用来供奉神明能够帮主人家招财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哪些水果是特别用来带旺财富运式的 给大家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做参考 香蕉是可以用来做招财的水果之一 价格便宜实惠 普通百姓很容易买得到 之所以说香蕉利于招财 因为它外表呈现金黄色 颜色近似于元宝 从形状上看 每只香蕉两边弯弯的 就像元宝翘起的两脚 因此用香蕉供奉神明来给主人家招财 就可以起到明显的效果 保佑主人家裁员广进 生意兴隆 火龙果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 颜色也非常的喜庆 只不过火龙果对于古人而言 不是经常能够得到的水果 只有皇亲国戚或者达官贵人 遇到年节的时候 可以用火龙果供奉神明 现代人得到火龙果的渠道就多得多了 而且价格也相当低廉 火龙果的色泽喜庆 有财神极强的寓意 形状来看 像熊熊燃烧的火焰 表示主人家的生意能够红红火火 财员滚滚来 用贵员来供奉神明 也可以为主人招财 贵员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赋予了美好的寓意 不仅食用美味 还有医药价值 贵员象征着全家能够团团圆圆和谐美满 只不过它是一种季节性较强的水果 古人也不是很容易得到 贵员又有招财的寓意 因为做生意讲究圆容通达 和气生财 所以从古至今 商家们喜欢用贵员招财 在神明之前供奉苹果 同样可以尊重主人的财富运势 这是如今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水果之一了 无论贫富 基本上都能消费得起 用红苹果上购给神佛 从色色上看是极强的正能量 从古到今 苹果作为供奉品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苹果的瓶和平安的瓶自同音 这种寓意着家宅安康和乐 一家老小可以平安无忧 而且在招财方面 除了红色有极强的寓意 而且苹果圆满平安的寓意 都在象征着能够顺利赚到钱财 生意能够兴旺和顺 这种顺利也是非常吉祥的 橙子被人们用来招财 供奉神明 橙子的颜色黄成橙 就像丰收的古力 众所周知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 对丰收具有了很多美好的向往和追求 人们会用丰收的颜色 来象征着财源滚滚 而且橙子一年四季都容易购买 特别是下半年 市场上会更加多见 用橙子供奉神明 丰收的颜色表示招财尽宝 圆滚滚的形状表示诸实圆满 预示着主人家能够生意兴隆 水果不仅能够增加财运 而且还富含各种营养物质 想必没有人不爱吃吧 可是你知道水果都有哪些功效吗 吃了对身体的小毛病还大有好处呢 今天还给各位整理了常见水果的功效大全 一起来看看吧 常见水果的营养与功效 一 猕猴桃能治牙龈出血 缺乏维生素C的人牙龈会变得脆弱 常常伴随出血肿胀都问题 猕猴桃里维生素C含量是水果中最丰富的 如果你牙龈不好 不妨时常吃几颗猕猴桃 二 恶猴桃可缓解头发干枯 成熟的恶猴桃中含有30%的珍贵植物油脂油酸 对于干枯的头发有特殊功效 三 过度用脑可吃些香蕉 过度用脑导致人体内维生素矿物质及热量缺乏 香蕉是有名的能量水果 吃些香蕉可提供所需要营养物质并缓解消息情绪 四 芒果可预防皱纹 芒果是预防皱纹的最佳水果 因为含有丰富的碧胡萝卜素和独一无二的酶 能激发肌肤细胞活力促进废弃物排出 五 长期吸烟者可用葡萄排毒 葡萄中所含有效成分能提高细胞新陈代谢 帮助肺部细胞排毒 另外 葡萄还具有去痰功能 六 过度用眼可补充帆姆瓜 过度用眼则是网膜感光所依靠的关键物质维生素A大量消耗 此时就需要使用可提供大量维生素A的帆姆瓜 七 肌肉拉伤后使用菠萝修复 肌肉拉伤后组织发炎 血液循环不畅 受伤部位红肿 热痛 菠萝所含的菠萝蛋白酶成分具有消炎作用 可促进组织修复 八 吃柳成治脚器 体内缺寒维生素B1的人容易受脚气影响 这种情况下最适合选择柳成 它富含维生素B1 并帮助葡萄糖现成代谢 水果竟然还有这些功效 我们一定要多吃水果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经历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